上次在同样的地点我拍摄这个 B&W 218 Grand Coupe的影片的时候我就讲到 如果你是在考虑 A200 或者是 218i 的话 我会建议你拿 218 因为 218 的操控表现比较好 但是 A200 是比较一个 All-Rounder 比较均衡的车款 但是如果觉得你的 Budget 去到 250 圈左右的时候 那么你就不用考虑可以直接选择我身边这款 A250 AMG Line Sedan 首先马来西亚所贩售的 A-Class 都是在彭亨州的北根组装 马来西亚总共有两个车型跟 CPU 一样 分别是 A200 Progressive Live 跟 A250 的 AMG Live 这两个车型有什么差别? 首先 A200 的外观设计朴素一点 然后它采用的引擎是 1.3 公升的 这个四缸涡轮增压引擎匹配 7 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 最大的重点在于 A200 的后悬吊采用的是 Torsion Beam 所以在操控表现的部分呢 确实会有一点点吃亏啦 至于这个 A250 AMG Line 除了有非常帅气的 AMG Line 空力套件之外 它的引擎也变成了 2.0 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 最大马力表现是 211 HP 峰值率率表现 350 Nm 0-100 的加速大概是在 6 秒左右 这个实力其实是非常的强 而且重点是呢 它的后悬吊变成了 Maudilic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说 如果你有这个预算的话 可以直接选择 A250 AMG Line 不用考虑其他车款的主要原因啦 有一点我觉得不管是 A200 还是 A250 都输给 218 一点点 就是这一个车门 它没有采用这个无框设计 如果你要无框设计 你只可以买到 CLA 但是 CLA 马来西亚只有 AMG CLA 45 所以没有办法 我们只可以接受这一点 但是 采用这样子设计的车门并不是完全没有好处 因为它更严实的关系 所以其实这辆车的这个隔音 抑制这个风切身的表现 会比起 218i 更好 这个是我觉得这辆车作为一辆家庭车 或者是日常代步的车款 很实际的一个因素 还有一点我觉得这辆车很实际的主要因素 就是这个尾箱空间 整体的表现都还不错 如果是讲你是一个小家庭 或者是你平常一个人开车多的话 这个尾箱的置物空间 要应付你的债务需求 基本上是没有太大的问题的 所以我发现呢 路上很多 A-Class 的弹 我觉得应该就是这个因素 不过很可惜的是 你打开这边下面的杖板 其实它是没有 spare dia 的 它概念的还是这个打风机跟补胎机 然后 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 CKD 之后的 A-Class 它的轮胎 并不再是施压续保胎 而是采用普通的轮胎 这个有什么好处呢 这辆车的悬吊不会那么弹跳 因为一般上施压续保胎的 胎币会比较厚 造成车辆比较弹跳 但是 如果讲你的车子保胎的时候 就可能会有一点点的麻烦啦 不过不用紧啦 有这个打风机补胎机 如果只是遇到轻微的保胎 基本上还是可以应付的 我们讲一下内装设计 虽然讲内装设计是个人喜好的部分 但是我可以跟你担保 Mercedes-Benz的内装设计 可以吸引到大部分的年轻人 包括我 虽然我没有这样年轻了 首先这个内装 我觉得我最喜欢它的地方 就是它这个64色的氛围灯设计 而且如果你看惯一个颜色 你觉得久了之后 你觉得很boring的话 那么你还可以去设置 给它自己定时去更换这个颜色 所以这台车我开了大概是五六天之后呢 这个内装设计我真的是很喜欢 然后第二点就是 在一些细节的部分呢 这个Airclass很明显做得比218更好 例如说这个涡轮增压叶片的这一个冷气出风口 转一转就可以关掉这个冷气出风口 而且这个转动的质感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有很大的置物空间跟杯架 然后这边中央扶手也有杯架跟两个USB 然后重点在于这个荧幕呢 它不仅是清晰度很高 亮度也很够 而且还支援Android Auto跟Apple CarPlay 它不像218i那样 你还要给1299才可以使用 然后剩下的细节部分呢 这个AMG Lite 的steering 我也觉得很好握很漂亮 只是有两个缺点 第一点就是这个触控设计的这个界面我觉得不是很好 然后第二点就是这个steering 如果讲你在大太阳底下驾车的话 它反光会比较明显 所以你在转steering的时候你可以看到你自己在转 我觉得这个会稍微影响这个方向盘的清晰度 然后至于安全配备的部分呢 218i 跟这个A250 基本上是卧龙风出啦 就是他们有的东西基本上都一样 就是有这个自动紧急刹车 有这个车道便宜警示 车道便宜修正 还有这一个车侧盲点侦测 然后还有一点我要称赞的是 这一个A250 呢 它的这个reverse cam 非常非常的清晰 就算是晚上的时候 也不会让你有看不清楚的状况 这一个呢我真的觉得 不管是 BMW 也好还是 Mercedes-Benz 也好 这一点都做得非常的好 但是如果在清晰度部分呢 这个 Mercedes-Benz 会做得比218i 稍微好一点啦 很多朋友在坐进这辆车的时候他们都会问我 诶其实 Mercedes-Benz 的车怎样惊讶的 很简单其实它的这个排挡杆就在这边 踩brake 往下拉就是D 往上推就是R 按这里就是P 就那么简单而已 还有一点我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觉得这辆车的这个质感跟坐姿都比218i 好 首先质感方面 Mercedes-Benz 的车款质感是不用担心的啦 像是这边 软质塑胶 软质塑胶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麂皮材质 还有这个布的材质 坐下去就很舒服 然后这个座椅同样的也是皮革 加上这一个麂皮材质做包覆 所以我觉得我坐上去我感觉是很好的 当然如果是包覆性的话 218i 会比较好 但是218i 的座椅偏硬 如果是长途驾驶的时候呢 这一个 A250 的座椅真的会比较好 尤其是这个周末我驾车回家投票 所以呢我这个椅子我真的是很舒服 不管是我从 K2 回 Joho 的时候 还是从 Joho 回来 K2 的时候 这个椅子我根本都是没有 complain 刚刚好 在这边跟大家讲一个细节 如果我们看轴距的话呢 这个 A250 呢 它比起这个 218i 长了大概是 50mm 左右 但是实际上后座的这个空间表现啊 就真的是好一点点罢了啦 但是好过没有啦 我的身高大概是 181 左右 我坐在后座 你可以看到我的头部压迫感 其实是非常重的 然后我的腿部空间 因为这个前面的座椅 有一点挖空的设计 我可以坐鞋一点 所以 嗯 做的舒不舒服大家就自己看啦 不过同样的这个后座的质感呢 也是没有被偷工减料啦 这边还是软质塑胶 这边也是麂皮 然后在这个椅背呢 也是这个皮革跟麂皮的设计 中间还有一个中央扶手 然后还有两个背架 然后重点是这边没有冷气出风口 其实我记得CKD的时候 一开始发布 是有后座的冷气出风口的 但是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记错 如果有知道答案的朋友 可以补充一下哦 但是这个后座 基本上我给它最多是及格的分数啦 没有到太好 如果讲今天是小朋友坐 应该问题不大 如果是像我这样子的大人坐 应该就会辛苦一点点啦 然后关于这一点 如果是讲大家要后座空间大的话 这个价位好像没有什么车款可以选择 OK 现在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 A250 AMG Line的驾驶感受 其实这辆车在四驱驶是有一个优势 因为它的这个Comfort Mode模式下呢 它的这个油门调校啊 它并没有到很冲很暴力 它是比较柔顺的设定 所以 加上它是涡轮增压引擎的关系 所以开起来其实是蛮轻柔的 然后加上这个方向盘也不会讲死硬 对没有错 可能有时候一些比较死硬 也就是比较重的方向盘 它的这一个 呃 路感会比较好 但是就变成你在四驱驾驶就很辛苦 可是你看我在转动这个方向盘哦 基本上就是一个很轻松的动作 并不会觉得它很很重手啊很难转等等 所以这几天我回去我的Home Talk的时候 我开这辆车其实开得很写意一下的 因为这个轻的方向盘 加上这一个比较灵敏的油门调校 就是一辆City Car必备的这一个重点 这是我觉得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我很喜欢A250 的点 就是它终于给回我们应该有的Multi Link后悬调 这Multi Link后悬调 在过这种Bump啊或者过不平路线的时候 它会比较好一点 它的吸震能力会比较好 所以车辆的舒适度也比较高 然后自己在操控表现 帮助其实也是非常大的 这一点是A200做不到的 老实讲A200其实也是还很好开的车 但是它的这个后悬调的部分就明显差了 这个就是为什么那时候在218i的试驾影片中 我就讲我喜欢218i 多过A200的主要原因 但是这辆车基本上它就做到很Balance 它的前悬调跟后悬调基本上是蛮合拍的 我开了这个这几天呢我觉得 这辆车如果是讲你对操控表现是有一定的需求 然后加上你不想太硬派 这辆车基本上就是做到那个中间的点 可以给你不错操控之余呢 然后也可以给到你还不错的这个舒适度表现 然后这个引擎大家可以从画面中看到 如果讲今天你是要它突然间加速的话 它的动力储备又是很够的 像我们在四驱驾驶啦就是在这种搭慢路走走 结果你突然要提速的时候你油门深踩一点 这个七速的双离合器变速箱它的换挡逻辑 是真的是很清晰 稍微一深踩油门它就会退档了 这一点我觉得比它大哥C-Class用的这个 Nigritronic 9速自排变速箱会好一点 如果是讲四驱驾驶的话我确实会比较偏向A250G多啦 OK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高速公路 其实讲真的高速公路是这个A250 AMG Line 它最好的发挥场所 因为这个2.0公升的涡轮增加引擎其实是新一代的引擎 虽然讲你不要看它的马力只有211HP 好像不是很高 可是实际上这辆车0-100加速表现我没有记错 是6秒到6.2秒左右 其实已经是非常快了 那么这具引擎加上这辆车其实并没有很重 这辆车的重量大概是在1400公斤左右 所以这样子的组合搭配下来 这辆车开起来真的是有一种运动轿车的感觉 老实讲Mercedes-Benz的操控表现 确实一直以来都不是他们的强项 但是因为这几年很多的年轻人都会去选Mercedes-Benz的车款 所以导致他们也开始注重在这个操控表现这一块 如果你认为它还是以前的Mercedes-Benz 就是这个悬吊软软的啊 然后body roll很严重啊 那么你就大错特错了 这几年我开它包括在高速公路也好 包括在这种小路也好 我都满enjoy 一下的 当然讲它的这个操控表现 确实没有到218i那么极致 可是对于我来讲 这辆车就是在我一般驾驶的时候 它给到我不错的舒适性 然后在我需要热血的时候 它又可以满足我偶尔热血的要求 我觉得这个就很棒了 现在还是有一点点的塞车 大家可以注意到在塞车的时候 这个油门的这个踩踏其实还是比较柔顺的 它并不会有好像说 因为它的马力太大还是什么 一直会有那种冲的感觉 这一点控制的很好 这个也是我觉得 我感觉得到Mercedes-Benz进步的地方 因为其实上一代的A250 我也开过很多次 我也开过它去新加坡 也开过它去哪里 但是它就是有一个很强烈的顿挫感 还有一个很强烈的冲的感觉 让我不是很喜欢这辆车的这个引擎的动力设定 但是这辆车我可以讲我非常的满意啦 就是在引擎的这个部分 OK 现在我们就来试一下它这个加速表现 我先把它推去Sport模式 然后踩一下油门 大家可以听到引擎的声音非常非常的澎湃 然后这个动力也来得很猛 所以它这个0-160秒的成绩啊 确实是真的有在的 这个我觉得是它最大的优势 总结来讲 这辆车有力省油 操控也不错舒适性也在 这个就是我喜欢A250 的主要原因啦 老实话 218i Grand Coupe在操控表现部分 确实还是好过这个A250 AMG Lite 一点点 但是如果你讲整体表现而言 A250 AMG Lite 其实更出色 不管是在设计 在这个内装的质感 在这个科技感的表现 在这个一般的使用细节 再到引擎的动力表现 这5点它都比起218i 了好 当然这个价位也有一点差距啦 这辆车大概是在24万多一点左右 所以选择哪一款车就看你自己想去做决定 但是我还是那句话 如果你的预算足够的话 可以直接拿这个A250 AMG Lite 因为我开了这辆车大概是4-5天的时间 跑了大概有超过1000km 这辆车我很多细节我都印象深刻 例如讲它的舒适性 例如讲它的隔音表现 例如讲它的动力表现 例如讲它的油耗表现 这几天我从这个KL开去 Joho 才从 Joho 开回来 我拿到的油耗表现是5.4公升 100公里 这个油耗表现我可以很肯定218i 做不到 而且重点是 这个是一台2.0公升的涡轮增压引擎哦 它可以做这么出色的油耗真的是很难得 诶 大家不要讲买得起这样子车子的人呢 不会在意油耗表现 其实还是很多人在意的 所以这台车基本上都符合我的需求 就算是我的家人做到都觉得蛮舒服的 这个也是为什么我会推荐这款车的原因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我相信大家买了车之后呢 大部分的驾驶旅程都是在市区驾驶 在市区驾驶的话 轻盈度跟灵活性呢 A250 都是比较占优式的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我推荐 A250 的原因 就算我本身比较喜欢 218i 的操控 我还是会选择这个 A250 但是如果是 A200 跟 218i 的话 那么我还是会去 218 啦 这个就是今天我主要的心得分享 好啦 以上就是我们这期影片的所有内容 如果大家对这个 A250 AMG Lite 有兴趣的话 或者有什么想表达的话 也可以在我们的影片下方留言让我们知道 我们下一次的节目再见啦 拜拜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哦 参加明星订队 thế